台湾基督教门诺会黎明教养院将在花莲 要筹建肯纳庄园 来帮助自闭儿有一个安身匿名的地方 不过经费的筹募是并不顺利 预定3月4号在台中举办的募款餐会 但目前的餐券证供数量仅达到了一成左右 所以黎明教养院也呼吁各界能够化支持为行动 让肯纳症患者的家庭都能够安心生活 画家热情的介绍自己的画作 希望意脉所得能帮助更多的肯纳症患者 台湾基督教门诺会黎明教养院将在花莲筹建肯纳庄园 预定3月4号在台中举办募款餐会 不过目前餐券认购数量仅有一成 我们期待有300位的三星人士能够购买餐券 每一张2000块来参加这一场募款餐会 那这当中也有很多我们大台中地区的数化名家 捐出他们毕生 精心的创作来赞助这一项的募款活动 我们还缺200位三星人士来购买 我们的当天募款餐会的餐券 所以希望大台中地区的好朋友们 来帮忙我们促成这一件的好事 根据统计 2014年全台肯纳症患者大约有13000多人 以每年平均16%增加 在国外更将肯纳症快速成长的现象 成为肯纳海啸 惠中也有许多艺术家捐出画作意麦 希望能抛砖影域 所以我们旁观之前的一些艺术家 他的作品都是要跟 那个当代结合 那你跟当代结合 你一定要关怀这个社会 你没有关怀这个社会 用嘴巴讲是没有用的 所以一个艺术家如果说能跟社会 整个艺术作品跟你的行为结合的话 那你这一位艺术家 才能被肯定 虽然目前参决认购情况并不理想 但协会相当有信心 也希望各界化支持为行动 让肯纳症患者的家庭能够安心生活 记者杨初凡台中采访报导